大家好,我是Leon 我是Chris 今天帶大家來到這裡 來來來得啊 就是海洋返大馬路的盡頭 那邊就是塔仔水島 其實這個位置真的很少人知道 今天介紹的地方就是這個位置 紀念碑花園 全日開放 老實說,我是沒來過的 我第一次來這裡 要不是你介紹我來 我真的不知道原來是這個公園 就是澳門一個攝影界的朋友 介紹我們來這裡 沒錯,真是相當出名的攝影界 不要說誰了 但是其實這個紀念碑花園 紀念什麼呢 其實以往這裡外面 其實就已經是水 這裡可以算是一個碼頭 或者沖仔岸邊的地方 那岸邊的地方就會有船 沒錯,當然 紀念船 其實就是紀念一艘船 為什麼會紀念一艘船呢 就是它在沉了 其實我們很多船都沉了 為什麼不紀念他們 只是紀念這艘這麼特別的船呢 其實這裡有一個很悲慘的故事 是 就是當年 他們在慶祝一個 葡萄牙的女王 是 就叫做 瑪麗二世王后 瑪麗二世王后 是不是跟海國遊魂的那個瑪麗二世王 沒錯 其實上次說過 她不是一個王后 OKOK 她其實就是一個女王 女王,OK 那這個位置 就是當年 一艘船 以它來命名 就在這裡 無辜發生爆炸 無辜? 是,真的無辜 無辜? 是 好少可會無辜的 以前有沒有這個 吃遊戲又沒有吃 其實呢 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去考究這個歷史 就真的無從考究了 那就算了 當它意外了 好嗎? 那這裡就有個紀念碑 來到了 來到了 就是這個紀念碑 沒錯 我真是第一次上來這裡 親眼目睹這個紀念碑 這個紀念碑 已經寫著了 第二瑪麗阿 就是瑪麗二世 哦 我寫著 第二瑪麗阿 戰船 於幾人 連 轟閉 後面那個字 看不到 是 是 嗯 我們看看 1850 應該是 是 嘩 嘩 這個碑百多年了 是啊 那這裡很厲害 其實碑應該沒有百多年 好像1880年的時候才是立的 都有一百年了 說真的 其實這個地方 原來有這樣的歷史 到現在我剛剛才知道 是 以往這裡我們看到一盆牆 是 你以往這裡就是一個首城的地方 那外面就已經是碼頭了 就是炮台位 我估計可能有機會 不知道在哪裡 那就對著那裡 嗯 哦 原來這裡有個很大的歷史 那下面可能就是 沿岸 真的沿岸 所以這一大大廈 海洋 或者尼瑞德 沿著海來建 以前叫海景 現在被前面遮住了 其實這一次的海難 叫做海難 其實就是澳門歷史上死得最多人的 那一次海難之一 哦 所以就是這個紀念碑在這裡 大家如果真的想知道一下 就來這裡看看吧 好嗎 因為當時那個爆炸的聲響 就是說到整個沿岸 甚至是澳門沿岸都聽得到的 應該也是 那好吧 那今天的紀念碑家瑜 就介紹到這裡為止了 好 多謝大家 拜拜